你是什么垃圾? 不对,你是多少垃圾? 我是Rachel,我和你们一起光在2019年就产生了2.4亿吨的生活垃圾。 而在我们身边还有一些人,他们决定要过零垃圾、零废弃的生活, 甚至能把8年的垃圾都塞进一个小玻璃瓶。 为什么?这可能吗? 我先定个小目标,把一周的垃圾减少到一个玻璃瓶大小。 这是我一周的零废弃生活报告。 有新的卖卖订单 如果要减少垃圾,得先弄清楚平时这么多垃圾都是从哪里来的。 所以开始体验一周零废弃生活之前呢, 我清点了一下上星期家里产生的所有垃圾。 我家一般一个星期是会丢两次垃圾的。 没有见到家里面这么多垃圾囤在一起的时候。 零废弃源于英文中的Zero Waste。 Waste有浪费的意思,也有废弃垃圾的意思。 而零废弃生活方式就是尽可能减少不可回收垃圾的产生。 就是除了最后放到那个小玻璃罐子里面的垃圾, 其他所有垃圾都要是要么是可以兑肥的, 要么是可以回收的。 袋子实践零废弃有四年时间了, 最近才开始在网上分享它的环保日常。 很快就建立了一个不小的社群。 我现在的话是已经完全戒指了, 不会去买任何的本子啊, 厕纸啊,包括卫生纸啊, 卫生巾啊这些产品。 垃圾减量啊, 借到一些东西会让我有那种很爽的感觉, 会让我有一种幸福感, 随我做这些事情。 清点完上周垃圾, 我发现大部分的不可回收垃圾是食品包装, 所以这周我打算先从吃这件事下手。 我现在在去菜市场的路上, 其实到菜市场买菜既可以省钱又可以减少垃圾, 唯一的缺点就是它比直接点外卖生鲜要花时间一些, 所以我基本上就是有特别有时间, 特别有闲情雅致的时候才会到菜市场买菜。 好了。 我以往每周都会点一到两次生鲜配送, 产生不少食品包装垃圾。 如果到菜市场买菜就可以一点垃圾都不产生。 减少废弃产生有几个要点, 总的来说就是一, 减少不必要的消费, 二,尽量重复使用产品, 三,用完了让它们得到回收再造。 它们被简称为三二原则。 首先我们要做到的是先减少或者是说是拒绝, 如果我们说还是想享受现在的这种一次性的消费文化, 其实是没有办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环保的, 什么东西都用一次性的话, 它肯定是要制造很多的新的产品, 然后浪费很多的新的资源。 今天晚上我们要做一个奶油酱的培根, 意大利面, 然后这个塑料包装是我在体验零废气, 这周之前就买的, 如果不用完的话也很浪费, 所以不要把它丢进垃圾桶了, 它会进我的罐子里的。 身为近视眼, 有一种塑料是我没有办法避免的, 就是隐形眼镜。 还挺好奇那些进行零废气的人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现在还会使用月泡的隐形眼镜, 因为我也不太想说为了环保去牺牲一些, 让我感到自信, 让我很开心的一些生活习惯吧, 你自己不开心的话是很难去把它坚持下去的。 我家的洗手间是个废气产生的重灾区, 这里有很多可以替换成可重复使用或者是可回收的物品, 比如塑料剃刀可以换成全金属剃刀, 塑料牙刷可以换成竹质牙刷。 那测纸? 这个是我用来借马桶纸的一个神器, 这个要介绍一下怎么用吗? 有点奇怪。 我觉得不用了, 大家可以意会。 这个真的很好用。 秉承零废气中的reuse原则, 我打算用家里洗锅的就诊套, 自制几张风辣保鲜布, 来替代一次性的塑料薄膜。 制作过程非常简单, 只需要让风辣、松香、植物油融化混合, 之后将少量倒在布料上, 放到烤箱加热两分钟, 把布料均匀地浸湿, 晾干就好了。 我很期待这个星期就可以用上它。 头三天体验下来, 我发现了一些生活中从来没有留意过的垃圾。 比如说银水桶上的这一层塑料包装, 又比如猫奴必备的滚轮胶纸。 还有, 根本就不是因为自己而产生的垃圾。 今天早上有一个拍摄, 我没出门前就让纸溜帮我买了一个早餐, 然后这张纸。 它虽然是一张纸呢, 但是它这个纸里面有一个镀层, 应该是塑料做的, 所以什么样的纸不能回收, 什么样的塑料反而是可回收的。 这周我查了很多次垃圾分类指南, 比如很多食品包装纸因为要做到防潮, 就加了一层塑料涂层, 变成了不可回收物。 又比如我才发现洗发水的塑料瓶, 洗干净了是可回收的。 这个酸奶塑料包装也是。 很多人会觉得说塑料盒子是一个可以回收的东西, 扔到了回收箱子里面, 所以就没有任何的污染环境之类的, 其实这就是不正确的。 塑料产品的成分复杂, 政府只能按照大致的种类将它们回收混合, 再生塑料的性能大不如前, 逃不过最后被填埋或者焚烧。 未来的话, 品牌他们自己对自己产出的这些包装, 还有这些废弃物进行一个负责, 进行一个回收是一个趋势, 因为这样子做的话是可以最大限度地 重复利用这些材料的。 就比如说耐克的话, 它会回收自己旧的破的运动鞋嘛, 我就一直把我的破的运动鞋一直留到了现在。 鞋类产品的用料复杂, 每年因为造鞋而产生的碳排放量, 已经占到了全球的1.4%, 这是一个急需渐行零废弃的产业。 然而在去年发布的所有球鞋里面, 还只有不到3%是用可降解或者是可循环材料制作的。 我希望鞋也可以做到的就是比如说去找一些材料上的替代品啊, 在设计的时候去考虑一下这些东西做完了之后, 我们要怎么样给它进行一个拆解。 体验的第六天, 我去探访了耐克的一家零费剂回收工厂。 过去这两年, 耐克的鞋和服装76%都采用了可回收材料。 鞋类的生产过程当中, 99.9%的废料事实上都是得到了再利用的。 我是许玲, 耐克大中华区工艺部的负责人。 回收来的运动鞋由工人把鞋底切割下来, 挑出杂质, 由机器分解, 再经过重量和大小的筛选, 生成均匀的颗粒。 这些颗粒可以用来建造球场、跑道, 也可以变成新产品的一部分。 比如这双Cosmic Unity篮球鞋, 鞋底就用上了这种叫Nike Grind的颗粒。 这是耐克第一双用上再生材料的实战篮球鞋。 鞋底重量的至少25%都是再生材料制成的。 在传统的商业模式里, 一双鞋的生命周期无非就是对原材料的开采, 加工制造, 消费者购买, 用完之后丢弃。 作为垃圾、焚烧或者填埋助理, 这是我们已经习惯的线性经济模式。 而现在呢, 多了一种可能, 一部分废弃球鞋可以成为再生资源, 成为原料重新回到商品端, 这就大大延长了一双鞋的生命周期。 这也是由经济学家 肯尼斯·博尔丁在1966年提出的 《循环经济思路》。 不管是像袋子这样的个人, 还是耐克这样的企业, 他们的零废弃实践 都是一种从线性经济到循环经济的转变。 我们是2019年提出 《Move to Zero》这一计划的 从产品的设计、 制造到物流、运输、销售。 到2030年的时候, 我们要降低30%的碳排量。 其实我们买东西 就是在像投票一样, 如果是说你去支持一些快市商品牌啊, 不太环保的企业的话, 其实你就是在发出这个信息, 就是我支持你这个企业, 我想让这个企业继续在做你们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情。 帮我们去支持一些可持续的品牌啊, 就会有更多的品牌去考虑往这个方向转型。 今天是我体验零废弃生活的最后一天。 我这一周产生所有的不可回收垃圾有…… 这么多。 我没有完成最初的目标, 所以我这次体验算是失败了, 但是我觉得自己做的真的已经挺不错的了。 在零废弃的过程中, 当我成功地做到了节约或者是回收, 确实有给我带来幸福感。 但是当我忍不住点了个外卖, 或者是无法避免地沉成垃圾的时候, 我同样的也会有一些负罪感。 我一开始的目标定的还是太猛了一点, 导致我最后一天真的是内心窃喜这个体验终于要结束了。 我觉得如果大家想尝试的话, 真的不用一开始就说你要戒掉所有的垃圾, 你可以花一个星期甚至是到一个月的时间去培养一个零废弃的好习惯, 我觉得就已经很不错了。 非常感谢耐克对我们这集内容的支持, 也谢谢你们一直看到了现在这里。 别忘了关注当下频道, 然后转发这集内容, 你就有机会抽奖获得我现在身上穿的Nike Cosmic Unity环保系列的新产品。 最后还有留给你的两个问题, 你自己的生活中有哪些可以减少的废弃? 你认为循环经济会是我们人类社会的未来吗? 我们评论里见,拜拜。